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一秒鐘的改變 為什麼一秒鐘改變不能畫好看一點點 他這次講的是污染吧 文好管材 圖被你所託 滴答滴答 一秒鐘 當你吃下一口飯時 人類已經吃掉12頭牛 47隻豬 66頭羊 1850條海水魚 3600隻雞 13581個麵包 16717顆蘋果 34455顆葡萄 和41814顆雞蛋了 他怎麼知道是這些數字 可能有場記過 滴答 一秒鐘 當你走進商店時 人類已經製造出 16萬個塑膠袋 但是你知道嗎 一個塑膠袋 需要一千年的時間才能分解 所以我們要自備購物袋 滴答 一秒鐘 當你打開垃圾桶蓋時 人類已經製造出 127公噸的廢棄物 比20隻大象還要重 要靠兩千台垃圾車來清理耶 對 沒有 可是我每次看垃圾 我都會 不過 我就會把它做成另外一個東西 喔 對 滴答 一秒鐘 我以為這是衣服耶 喔 當你按下電燈開關時 人類已經用掉 個十百千萬十萬 四十萬度的電 兩百五十二噸的化石燃料 這些燃料可以裝滿六十三台卡車 製造出七百六十二公噸的二氧化碳 會填滿三十二個體育館 加速地球暖化 我以為都會省電耶 嗯 水手關燈 滴答 一秒鐘 當你打開冷氣機時 地球上已經有三成公寓體積大小的冰河 因為地球暖化而溶解 每年冰河融化的水量足以填滿 一百二十八個給翠水庫耶 滴答 一秒鐘 當你抽出一張衛生紙時 地球上已經有七十四顆樹被人類砍倒 二十座網球場面積大小的森林就這樣消失了 同時每一天地球上有兩千四百個人因為飢餓而死亡 五百五十位小朋友因為戰爭而送命 人類也會讓動物面臨滅絕的危機 人類為了做實驗每天殺死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五隻動物 它上面寫每天耶 可能那種很小很小的動物也算進去 一百年前地球上一年只有一種動物絕種 現在地球每天就有一百種動物絕種 不是這樣吧 所以現在 現在喔 所以我們要懂得保護啊 沒有 都不要亂講啦 地球誕生於四十五點四億年前 人類活躍在地球上也不過才四萬年 假設地球誕生剛好一年 人類才出現一分鐘 造成巨大破壞的時間只花不到一秒鐘 要砍掉多少樹 要絕種多少動物 要污染多少土地 要出現多少災難 人才會明白我們採取太多資源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我們的手裡 我們一秒鐘可以害死地球 也可以拯救地球 現在每一秒鐘 人類種下四十一棵樹苗 這樣夠嗎 每一天有越來越多人認識 使用替代能源 你知道嗎 如果太陽傳送到地球上的能量 全部被收集應用 只要一天 就能供應人類使用整整一年 人類應該想辦法好好利用 每一天 都有越來越多的人 為了保護地球而努力站出來 這股力量讓人類的未來還有希望 但是這些遠遠不夠 地球需要我們每一份心力 我們一定要做得更多 是的答案就在我們的手裡喔 改變每一秒都是關鍵 書中所有的數據都是參考世界各地的文章 報導而來的地球是動的 生命是活的 無法禁止的 不只是風的飄動 風中提到這些量化數據 在下一秒鐘也許就改變了 但我們不應該把焦點放在質疑他們的可信度 因為我們信仰的不是這些指引目光的手指 而是手指頭所指的那一輪明月 還有望著月亮所產生的形式 我們企圖在呈現方式上 傳遞出中 傳遞出中性的思考角度 對於人類因為基本生存 必須的資源耗用 沒有太多的責難與恐嚇 我們尊重生存是必然的 生活是愉悅的 生命是美好的 希望透過事實的呈現 刺激更多的想法和動力 為人類的永續生存 撒下更多關愛的種子 為快樂生活建立媳婦的正確價值觀 也期待能讓美好的生命邁向更高遠的境界 惡事也有善用 這些不利的資訊正式改變的契機 善事也有惡徒 追求生活進步的美意 也可能伴隨著衝擊與傷害 人類到底應該如何 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手裡 我們應該積極面對未來 因為改變每一秒鐘都是關鍵喔 今天的故事 一秒鐘的改變 就說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愛地球喔 我們故事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幫我們訂閱頻道 並幫這個影片按讚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去 記得在本書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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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